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菲征宜 我是志峰 长官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阿莎莉娜希望总检察长与检控官分权的中期报告 能够在明年纳入相关的实证研究 分权工作不能仓促进行 他说关于总检察长和检控官分权的实证研究 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的 考虑到实施下来是有它的难度和挑战 因此他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他是在国会发表这番谈话 那么在之前他在国会回答国盟 不是国会议员的附加提问的时候 就表示说当时这名国会议员就说 在等待研究完成期间 能不能够先修订联邦宪法的条文 就是关于总检察长拥有最终提供权的条文 那么部长回应说不能仓促执行 那么他说昌明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不能够仅仅因为多人提出诉求 或者是受欢迎的决定而贸然做出议决 OK很好 那么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其实有少许的惊讶 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其实分权它并不是新鲜的课题 在西蒙1.0执政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提起和表示要执行 只不过后来因为2020年西莱登政变西蒙倒台之后 这个东西就高水 那么接下来国盟上台的时候又遇到新冠病情 COVID 所以就没有再去提这个分权的事情 那么后来2022年团结政府上台之后 这个分权议程又提上了日程当中 照理应该要快速的落实 为何说不仓促呢 到底Azalina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第二点呢 就是其实在这个分权课题上 西蒙跟国阵都有共识 他们都认同应该要进行分权 况且这个课题其实不会太敏感 没有碰到三阿跟宗族宗教跟王室 没有关系 为什么政府不在这个议题上的快马加鞭 快速的落实 让民众感受到团结政府改革的诚意跟成果 Azalina指出政府与由负责人权选举于体制改革的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共同进行实证研究 代表在野党阵营的一党本同区议员阿旺哈欣 也参与到其中 她说国会特委会和在野党代表参与这份实证研究 志在确保他们能够亲自听取观察 并写向时事分权的国家提问 她表示当政府去到加拿大和澳洲 他们也给出相同的理由 就是他们的变革经过 要给他们整个变革的经过一些时间 而不是因为提出了诉求就贸然的行事 Azalina说我们确实是可以进行修订的 但是苍敏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要慢慢来 好 身为负责任的政府 其实也应该要兑现承诺 尽快落实这一项 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 这个课题真的不能够再拖 那么下一个月11月 就是团结政府执政两周年了 如果还需要再多两年的话呢 那么这项改革工作 是否能够在来届大选之前完成跟实现呢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西盟的承诺 或者是团结政府的承诺 可能再次的挑票了 根据Azalina的说法呢 这项实证研究 是也涉及到基于证据的一些研究 也包括了所访问的国家的大学专家 所参与的焦点小组讨论 来进行更多的这些 这个部分的研究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有这方面的承诺 中期报告会有决定 接着是政策 如果获得了通过 他们将会带上国会 到时议员们就有机会 发表各自的意见了 他说政府希望在明年进行实证研究中 能够纳入一份关于总检察长职能 以及总检察长与检控官分权的中期报告 是中期报告而已 那么这表明改革议程正在推进当中 其实中期报告之后呢 还有一份应该会是最终的报告 在这个课题上呢 民众虽然知道 政府在立法或者是在改革上 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民众是没有太多耐心的 Azalina在今年4月的时候 曾经透露说 预料在两年内分阶段落实 这个分权改革的议程 这是今年4月的谈话 两年的话呢 是不是说等到来接大选之间 才完成那个报告 你完成报告之后 有没有时间提成修改联邦宪法的这一个动议呢 那么接下来政府还有其他的改革议程 这个东西不能够再拖 也没有拖的理由了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三则新闻就跟大家讨论完了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也谢谢志峰 请求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OK好 这个改革的课题 总检察长跟检控官分权的课题 可能是有一点闷 但它相当重要 因为过去西蒙一直在批评政府 说就是因为没有分权 导致总检察长是政府的法律顾问 同时也掌握了检控的权力 是非常大 那么很容易发生滥权 或者是针对性的提控事情 这些是西蒙政府在过去吃了很多亏 那么现在掌权之后呢 就应该纠正 如果套用安华在上个星期五提升财政预算案 时候所提到的那句经典就是 不要一错再错 OK所以当政府出现一些错误 没有修改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引用安华的那句话 不要一错再错 OK这是他自己说的 OK当然他引述这个孔子的这个谈话 OK所以不要一错再错 要知错能改 那么如果之前没有分权 是出现了错误的情况 出现滥权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就要把它给纠正过来 真的不要一错再错了 不然的话 我就像老人家 喊喊喊 什么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给大家一个预告 待会进入六点钟 有理财怎么办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过度消费 来临的11月 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大部分的年轻人非常期待的双11 你会在双11的时候去买一些优惠品吗 还是你会在双11的时候囤货吗 等会这个现代人可能偶尔会做的一件事情 会不会让你跌入了过度消费的陷阱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来了一位嘉宾 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什么样的消费模式才算是过度消费呢 等一下的节目直播 再来跟大家聊更多 我们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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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